其實S90的車尾一直大家熱議的地方 因為畢竟小改款之前 這一邊流控太多了 但小改之後這裡後行李箱蓋多出了一條折線 而這個Volvo的字樣維持原本的樣子 但下方這邊多出了這條一樣 跟車頭呼應的橫槓式度更失調 而且還把下面原本的雙出排氣管取消了 這個車尾顯得更加的雍容華貴 尤其是這個尾燈更是改款重點 它整個裡面的排列完全改變 而且還增加了最新的序列式流水方向燈 所以車尾這邊看起來現在 至少沒有長得那麼樣的特殊 而反而是有一種很貴氣的感受 改款之後的S90 它中傳這邊是我覺得最高質感的地方 包含這個拉簾的連門都是仿木紋的 而且前面這個門也是真木頭 但最有質感呢 還是這個瑞典的ORIFUS水晶的排檔頭 這個不是玻璃喔 也不是塑膠 是真正的水晶 世界上不是只有施華弱士奇這個水晶品牌而已啦 但是這個排檔頭如果說冬天的話 摸起來有點冰涼 夏天陽光一曬有點熱 所以要先習慣一下囉 S90真榮級的後座 主要就是這個後座的制控系統 這麼多的按鍵幹什麼呢 主要是這個扳可以扳前面助手席 然後往前推 爭取多一點的空間 這兩個可以控制天窗 還有呢這兩個可以控制前後左右 包含了後檔 還有兩個車門裡面的遮陽簾 超尊榮的喔 這個東西呢 這一般車裡面可沒有 但是呢我在這個總裁級座位 可以控制一切全車的功能 S90它的空調除了這個非常有質感的 葉片式的出風口之外呢 最重要是它的AAC的Clean Zone功能 它除了可以過濾了99.9%以上的PM2.5之外呢 就連PM0.3也能夠過濾98%以上 現在疫情期間喔 這個車可以幫忙你防疫 非常讚 S90把這個家常型的扶手放下來 後面這兩個座椅 有類似單座的總裁級座椅的感覺 但主要還是它的空間 因為呢它的軸距加長120公分 所以前面你看 這根本就是一個手軸的長度了嘛 而且呢還能夠把這個椅子 從我這邊往前推 爭取最大的空間你看 不只是翹二郎腿啦 整個人這樣子躺下去都可以了 超強的S90後座空間 這真的是總統級的配備啊 S90啊 1 2 3 4 5 它可是一台長達了5米1的大車 因為它車長多了12.7公分 軸距也增加了12公分 但軸距增加代表了 它原本就不是很靈活的過彎了 現在變得更加的不靈活了 很可惜 在2021年的現在 沒想到還有車子後座搭載了煙灰缸 而且左右兩邊都有 而且這個後座 它還可以有獨立的恆溫空調 以及通風加熱座椅 但為何 加熱以及通風可以同時開起來 忽冷忽熱嗎 但重點還是這個後座的空間 這麼的大 多了前一代 115公分的空間 但很可惜的是這個椅子 沒辦法前後調整 浪費這個空間 B4車型搭載是這顆2000cc的渦輪增壓引擎 搭載了48V的輕油電系統 但197V我覺得稍嫌美麗 畢竟車達到了一噸八 如果有國外的B5車型或B6車型那該有多好呢 因為T8我買不起啊 S92後行李箱空間達到了500公升 但很可惜的是呢 後面的椅子是固定式的 沒有辦法傾倒 而且下方擺的是 48V的輕油電的電池 佔據一點行李箱空間 而且這邊 沒有任何的隔音耶 VOVO S90 B4 它的表底是260公里 但是這台車的總帶領限速 就算它有197B 但是限速在180 表示這台車永遠無法超過180公里 海队車輪到198年 哦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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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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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m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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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